台湾经济起航 结构的改变、系统的整合建立、质量的精益求精及教育的进化 让台湾的医疗成长成为世界奇迹 中国大陆内地在历经了经济爆发式成长后 对全人医疗照顾的需求已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元素 依现况预测到2020年 民众对医疗质量的要求将会呈现直上式的成长 而因饮食、生活条件改变所衍生的慢性病、老龄化 及因二胎化政策带来的人口增加 婴幼儿医疗照顾需求等更是不可生数 面对如此庞大且复杂的改变 医疗产业链是将面临重大挑战 有鉴于此 淮北市政府特与台湾领航大健康专家团队 攜手推动淮北医疗质量整体提升计划 以整合现有在地资源 并参考台湾经验 去无存经后 在淮北市推动一连体改善计划 以改进现有的医疗问题 并能配合全国发展趋势 有整合横向及纵向的医疗资源 辅导区域内各医疗卫生机构合作产生纵效 在进而创新价值 以创造人民、政府、机构 三方皆满意的医疗服务质量 且成为具高附加价值的 医养结合示范亮点 除为全市带来充满 爱与高质量的医疗环境外 并透过爱心、关心、温馨的 三星关怀 即推动全身、全心、全人、全家、全队 全社区的六全照顾理念 以达到老人安养、高龄友善、便捷 及以人为本的医疗价值 未来为维持淮北市医疗的前瞻地位 并保障改进后的医疗成果 预估耳后主轴目标将定定为由 一、质量进化为感知 二、强调服务经济与体验经济的人本关怀服务 三、超出民众预期质量的医症计划 四、能看出民众需求 贩卖医疗可望等计划 采取由外而内的需求与创新 预化出高质量、高价值的智慧型医疗项目 从而将淮北市建构成为重点指标性的智慧医疗城市 四、曖昧将市民公共多元 巻營医疗 五、二、四、一、四、四、三